就在欧规Ford Koga推出小改款车型之后,福特六合申跟台湾,也在台湾推出7大车系超过30款车型的多元产品阵容,展望2024新的一年。 欧规小改款Ford Koga推出之后,是否有机会在2024年,能够在台湾看见最新的国产化版本呢? 其中最重要的是,小改款后首次新增主打跨界风格的Active车款, 插电式油电车型也增加了纯电续航里程跟马力输出, Hybrid油电动力车款的输出也获得改良,一项以欧规福特车款当成主力国产化车型的福特六合, 何时要在台湾推出小改款Ford Koga也备受关注,今天就带您来仔细看看。 这辆很有可能在台湾国产化的欧规Ford Koga小改款车型,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车头外观基本上参照玫瑰版本,换上更为锐利且扁平的头灯设计, 八角形盾牌造型水箱护照更加有零油角,顶部有一条横观式灯条连接两侧头灯, 车尾外观基本延续之前的设计,只有尾灯内部光源排列方式进行调整, 内装部分换上全新的13.2寸中控萤幕,同时引入了最新SYNC4车机, 支援5G行动网络,中控台简化了实体案件的布局, 这些改变使得欧洲版的Ford Koga在外观和内装方面更趋向于现代化和精简化。 新增的Active跨界车款,车头水箱护照搭载了与Focus ActiveWagon相似的黑色直炸式格炸, 前后保险感下方增加了银色下护版, 由于是跨界车款,车身高度比起一般车型高了一些, 但进入脚穿越脚以及离去脚都是完全相同, 欧规新款Ford Koga在动力方面与美规小改款有一些差异, 汽油车型提供1.5升涡轮引擎,可搭配6速手排或自排变速箱, 最大输出为148匹马力,此外还有2.5升混合动力车型, 前驱车型的综效输出为177匹马力, 此驱车型则提供180匹马力, 进化幅度最大的插电是混合动力车款, 搭载2.5升自然进气引擎, 结合电动马达和电池组, 最大综效输出从225匹增加到240匹, 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7.3秒, 比改款前快了近2秒, 同时最大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9公里, 尽管欧规QGA已经进行小改款, 但是否快速引进台湾市场, 仍然取决于福特六合的市场策略和相关因素, 但相信有许多车迷已经期待全新属打跨界风格的Active车款, 能够尽早地引进台湾,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 我们下次见。